全風 鎮住邪惡淚 大刀 劈盡無理事 逢星期四晚 8 點到 9 點半 橋里龍目蘭花系主理 現代蠔合轉 客家佬 牛精文 艷雞 大咪 啤梨 第四季現代蠔合轉 有時想想這樣斬到一絕絕真的很慘 就像我們男人做運動 不要講博士的那樣糟糕 你想想這頭穀起那頭要落 這頭穀起那頭要落 真的很辛苦 為了我們現在被人complain 就不要說誰 我們的youtube被人complain 如果fee出去就不能超過15分鐘 在這個底下 不如我們考慮我們做收費節目 不fee出去 少些人聽就少些人聽 因為自己做一個人 大家想聽就付錢 不然你想想怎樣做節目 怎樣做有質素的節目 繼續承接著上一段 醫管局有個男人叫黃紹明 這條男人想逐個播出相片 不過這群男人說錯話 就未至於受到我們大力詛咒 我就不會播出相片 他就說 依照防署驗出的含量 正常飲用下 急性中毒的風險極低 你老母 怎麼看黃紹明 剛才你也說過 有毒就有毒 什麼急不想急性呢 你想想 對身體有害就有害的 不可慘 這條男人說話 黃紹明 剛才你也說過 有毒就有毒 什麼急不想急性呢 你想想 對身體有害就有害的 不可慘 什麼叫急性中毒呢 我告訴你 就像現在四海倒杯茶 我一喝 喝完 七孔流血 喂 怎麼都沒有了 這樣就死了 然後七孔流血 那些叫急性中毒 不是 你老母 如果 他還說風險極低 現在也有一定的急性中毒的風險 大家真的不要喝了 這些水 你老母 你講話久久 喂 實事求是 但是還未夠這裏八婆 這裏叫程卓碎 程卓端 程卓端 程卓端這傻子 我有印象 對他 他說不是太嚴重 他也開口看著你 不能怪得你做醫生 你老母 你靠嘴 你靠嘴 不能想像微糖 你老母 其實一身拉雲飲 是不明顯 威脅健康 今天好像出來補飛 他應該是不明顯 你知不知道補什麼 不知道 他是說 其實 比較深的 可能你們大家不明白 我真的屌你老母 一身拉雲飲很簡單 如果我現在這一杯 一喝即死 屌你老母 我拉雲去一身 一人有一個滴 一滴都沒有 我當然未必會死 但問題是現在 這些住在啟程村 或者什麼葵聯村 他不是拉雲一身 就在這兩三年裏 天天飲 朝朝飲 晚晚飲 你老母 還在說你的風涼說話 在這件事上 暫時 就這樣說 不要說桌底人物 一班醫生 是專業的 我們很想驕傲 我們那些占子 好像第一節那裏 那些占子都想做醫生 出醜 OK 表你老母 局長 暗狗狗 出醜 那副局長 又暗狗狗 忘記叫做什麼名字 我不想記得出那個名字 很難問 我怕說錯 叫做什麼名字 易耀康 易耀康是AO 也是尖字 不然考不到AO 現在副局長 補一點點東西給他聽 你知道易耀康 那個傻子 當年派錢 不是試過一次派六千萬 他反對 這個傻子反對 這個傻子反對 不是不止他 不是他提出 不止他 大部分政府那些人和這班人 他都是反對的 但我想問 你有沒有拿到六千萬 最後 這個傻子 他有沒有說 這個傻子 林德森 有多少難讀 林德森的名字 我一直以為是林德陸 即是作曲那個 你有沒有臭 林德森 你又多想得 好東西 你有沒有 不斷輪出醜 我就是想說 一件事 我們香港什麼時候變成這樣 以前我們香港出現很多問題 梁振英拿旗 是每一次 每一次 梁振英拿旗之後就更深 是九七之後 政權逆手之後就是這樣 每一次我們出現很多難題 我們每一次在難題之中學習 甚至乎會彰顯到一些 我們一些 平時我們都不太看得起的公務員 他們的幹連 整個公民社會 那種團結去對抗問題 現在不是 鬥射搏 屌你老母 這些各位藍絲帶的朋友 屌你老母 我叫你們朋友 這些就是中國化的問題 這些就是我們要力抗的中國化 就是我們要開麥克風 沒有車錢 屌你被人抓 屌你老母就是要力抗這些東西 現在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好了 說回那個 究竟 現在第一個 我們這樣眨眼看 有幾樣東西 你找那個水猴佬想頂嘴 沒可能 成建商 中國建築有沒有責任 當然有 政府監察的有沒有責任 絕對有 理論上是每一部分都有責任的 但我可以 因為我小弟做地產 跟建築就 風馬牛不相及的行業 但是呢 我是八怪的人 亦都認識得多人 去了解 加上common sense 去推斷出來 究竟誰應該負最大責任 應該負最大責任 我不是說一定是他們 因為老實說 你現在不去正正式式 認認真正地調查 而不像梁振英 或者這群特區官員 一說到中國 嘩 你老母 不行 你這樣是永遠 找不到個答案出來的 我真的替中國建築 不行 可能原來真的不關他們的事 喂 要不需要 成立了創新科技公 才慢慢 屌你了 創新科技公 一會兒再說 好了 我們現在 我們大概的焦點 就是在組件裏 在組件裏 在組件裏 阿燕雞 你common sense 你覺得我可以驗 應該有 應該有 嗯 拆出來 屌你都在石屎裏 怎麼驗 有些組件 他有方法 你平常的時候 你要弄一個什麼 叫做dummy 就拿去lab那裏 驗了出來 根據standard 有一張證書 你一定根據這個什麼去做 看接口 規定了英國 十幾十人規定了 不能含圓的 嗯 規定了 那些東西 一含圓的就 歪了你 我們逐一說 首先 政府樓 就沒有什麼嚴嚴樓 政府樓 其實政府說 工程師也好 什麼都好 公屋居屋 基本上沒有滿意子 這件事 我們自己做地產查賊 大家知道的 因為房屋處是自己發給自己的 但任何私人樓宇 其實有些滿意子 滿意子會基於很多東西 譬如渠 水 電 磚 瓦 那些瓦 是否合適 一樣一樣才批出滿意子 理論上有很多把關 我們要逐一說 關於圓這件事 最嚴重的是 其實你即時驗 其實有時候是未必驗不到的 即時驗 大家聽清楚 為甚麼呢 有些叫做 Latant Deflat 即是潛在的風險 其實潛在風險是要擠下去才有的 你們是要計算的 計算數 但最主要是 現在我們講的組件裏 其實你是不能拆出來驗的 你怎麼驗 可以說得對 但說得對一點 一般來說 他們會怎樣做呢 譬如 現在是水喉佬 或者是公正行 或者是即使 即使 他畫了即使 寫了我要甚麼條件 甚麼甚麼 就是這樣起 這樣做 去投標的人 一浪費了合適 基本上他們是一定要 去完全 根據他們的合約 去做那件事 那怎樣可以抽出 好像QC 即使 即使也好 你又說得對 他們不會叫你特別做 當然可能有這樣的 不停 譬如 他們去到 這間不知甚麼 深圳 剛剛說中國建築的 做的組件 那間床 去到 如果真的認真一點 就突然檢查 不認真一點 明天老闆過來 這裏 肯定你很棒 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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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不是 10時上火車 上來吃完飯 看一會晚上你怎樣安排 屌你 我們去到 我們去到 看著 有一件Dummy 譬如 你知道吧 我們有些大貨車 裝著 整個窗門 裡面有電掣位 有電掣位 那樣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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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去看 電錶 什麼東西 去看 完蛋了 然後就簽了 麻煩你們跟著這件事來做 對 OK 這件事來做 理論上 又判斷了 OK 應該沒有問題 但問題就是 屌你 屌你 你Made in China的事 屌你 是那件事 屌你 你能夠相信 正如後來出來的報告 他們這樣下漢還是怎樣 是省不了多少錢的 但是 以Made in China的貨品 我們很有信心 他一定會走樣的 是嗎 你明白嗎 他是 所以現在 林依麗 我的老友 他有個香港驗水團 他就會做私家樓 抽檢 不要這樣搞 這樣搞 真的很糟糕 好了 既然是這樣 有職私樓 有水喉佬 去抽檢 去安裝 依然出現問題 我們這樣推斷 那誰應該做最負最大的責任 當然是政府 驗東西的人 不是 你驗東西的人 他沒辦法 他沒得驗的 為什麼呢 你來到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等於我們去交每一個project 每一個project都好 譬如這個水喉佬 我是簽的 當然你簽就要有責任 你簽就要有責任 但是事實上 尤其是組件 他真的看不到那麼多 很老實說 Berry 你說那個阿森哥這樣 很老實說 你說他沒有責任 有 因為你發現 你看那塊東西也好 你收那塊卡士也好 你發現 跟我做的那些不相同 你老闆要先舉報 不是 他不受理一件事 你有舉報那張紙 起碼你先脫身 不是 我懷疑他 他見到的地方 現在掌握資料太少了 是在南洋 是見不到的地方才不相同 就是 中國人做事永遠都是這樣 有時候 譬如說 他真的不能不信 譬如你QC那裏簽一張 所以如果我推斷 我認為我追究 不是說可以失責 而是最重要的 就是承建商 即是現在千夫所知的中國建築 我們是一定要 我認為如果在正常情況下 過去的日子 ICAC已經 介入調查 中國建築好像被ICAC檢查過一會 還在外國還還在 黑名單的時候 還有 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我們回歸前 還聽聞有個叫紅菊祖 是啊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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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根據今次的事 我們最忍耐 就是發覺 新鴻基的樓價貴得有價值 全香港地產商 除了新鴻基之外 包括你家裡 祥實 信和 行機全部都光顧中國建築 就是新鴻基部光顧中國建築 那就是 不愛國是不是 不愛國就是要坐牢 所以我認為 你ICAC也好 什麼什麼 特別成立一個小組也好 你現在有幾件事我教你做 第一 要不要即時 要宣佈鹽樓程序 因為一時之間 全港鹽樓 鹽水是不可能的 第二 定心 麻煩受影響的災區 所謂的區域 全部政府派水 然後就徹底調查 要是還中國建築一個清白 要是發覺他 你老母是 偷工減料的 立刻告 抓你老母就是 那你就是一國兩制 如果這件事 你仍然要保護著 在國務院旗下的 中國 就是惡名昭著的中國建築 你有沒有看 將香港 鑑粗一定要鑑散 拉到中國大陸 這個紅色中國 一模一樣的 那你共產黨就大一幕了 因為到時你連資金都不能走 連你香港作為一個 最後一個 金融中心集資的功能 你都沒有 你共產黨就準備 等不到這個立什麼 1921年 真是屌你 你有沒有計 2021年的什麼18年 就真的是 習爺爺屌你 我叫你一聲 你還想不忙 就忙在你 認真調查 追究責任 徹底改進 這些才是一個實事求是 一個偉大民族的態度 對 而不是掩耳盜靈 你想想這個全部 剛才我們講的幾個醫生 離譜 全部都是香港人 對不住自己專業 對不住自己專業 對不住自己良心 做什麼人呢 做醫生 所以 今天 DSE昨天的11個學生 有7個想做醫生 你未必被人偉大 考得不好的同學 亦都不需要氣餒 因為你很可能 更加是一個正直的人 你包袱少 還有這件事情 我發覺 政治的態度 要鼓勵一些藍絲 要多喝些原水 要不然 要加起來 反正 好的 第五節回來再說